我过去问去 要问出来还则罢了 怎么着 要问不出来的话 今天咱们俩可没完 怎么个没完法啊 你赔钱 还有钱 把你们家全卖了 也得给我十块钱 这 穷疯了是怎么着 行不行 十块钱我给 我徒弟不是那个人 你来来 躲开我这 污蔑我们 你问 这玩意还真没准 他心里也含糊 真可爱 这样的孩子 不 不吗 是不错 这是带徒弟出来了 还是带干爹出来了 来了 来了 你听这口风 来了 云遮月 甭管这音 多甜哪 往下问 跟他说话 聊三天能得糖尿病 你就是这么得的 小甜人 来吧 跟谁来的 跟我师父来的 不错 刚才怎么说 现在还怎么说 就是那问题 这是君子啊 不用问了吧 没听说过 还没到呢 接着问呢 谁是你师父啊 您 我死这白 我 什么叫死这 你怎么那么美啊 跟你说 叹岁啊 我说您 是啊 谢谢 说个剑骨头啊 不用问了 这得问 最关键的还在后头呢 干嘛来的 说相声来了 会多少段啊 七八段 七八 哎呀 就不用加手势 会多少就是多少 是吗 没有问题 就这样吧 好吗 我们今天相逢很开心 没有 最关键的戏剧 就在后头呢 哎呀 你这个脑子 怎么这么好啊 那我是得记住了 你问他 会更了 听好了啊 好多话 好多问题 要是听不明白 或者听不清楚呢 扭头就跑就可以了 还可以到 然后我就说 呀 孩子很天真 就好了啊 待会咱们就去吃饭啊 嗯 问 哎呀 好嘛 不能提吃 说这么孩子心祸 这吃高兴的 现在有坏人 所以你要加小心 你赶紧问 贵庚了 吃饭了 你听见没有 贵庚了 就是吃饭了 这个怨我了 怎么了 我刚才跟孩子说半天 咱们吃饭去吧 他把这句记住了 就记这问题了 说错了 你再问一次 对对 再问一句 听好了啊 吃饭是吃饭的 跟这没关系 别提吃饭了 别别说这 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这不是就完了吗 吃饭不提了 把吃什么想进来了 我刚才说的时候 我这个嗓子有问题 嗓子有问题 孩子没听清楚 哦 你再问一遍 快脑子有问题了 听好了 记住 咱爷们露脸 就这会儿了 知道吗 你 贵庚了 还有蒜呢 你有意思吗 你有意思吗 你啊 大丈夫难免 七不闲 子不孝 徒弟绕炙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 站好了 在家里怎么教你的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不患 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 人也求为可知 你快把他知是糊涂了 你 你知道这句话 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那你给他讲什么呀 天不炎自高 地不炎自厚 人不炎自能 水不炎自流 金砖和厚 这欲瓦和薄 字大一点 念根抽 懂吗 你真到晚的 除了吃饭就是吃饭 你还会点别的不会了 还会乐 你又提吃饭来了吗 说你是为你好 知道吗 你教教他 你不知现在外边坏人多吗 你指我干嘛呀 他出去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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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咱们的脸 你知道吗 不这么说比什么不强 告诉你往心里去 以后大庆广众之下 人来人往之间 高的桌子 谈的板的人一说 噢噢噢噢噢 你露脸师父的体面 没错 往心里去记住了 鬼更就是问你呀 洗脚了吗 是 你活动活动 那不是 什么玩意儿 您这样子 啊 不上来天花乱坠 说那么好 贵更吃饭了 贵更吃炸酱面 吃蒜了 就您这师父还教他呢 啊 贵更是洗脚了吗 哎 啊 什么玩意儿 就你这样还教徒弟呢 哎 这叫误人子弟 教什么徒弟 你这孩子也是 这本身挺好 这么一孩子 跟他学 能学出什么考来 哎 你别瞧我行吗 他会什么呀 他就教你 你跟谁学不好 非跟他学 贵更吃饭 吃炸酱面 还有蒜 洗脚了没有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告诉你 说你不能白说 跟你透个实底 把答案告诉你 贵更了 跟吃饭没关系 也不是吃的炸酱面 有蒜没有 更不像你那倒霉师傅说的 贵更了是洗脚了吗 今儿告诉你 记住了 贵更了 是问你走着来的 还是坐车来的 我这也不对 这是撒缺血眼的大会合 不是怎么都不对 是吗 我捣摸过来了 这贵更是问岁数 就是问岁数 哪的事 你也是 这谁听谁的话 你看长得像好人样吗 男不男女不女的 你看这脑袋 你包变我这模样干嘛 你认识师傅这么长时间 师傅探过头吗 你师傅有头发吗 叫探头 说这个意思啊 好孩子 说你还得教你 疼你才这样吓唬你呢 贵更就是告诉你啊 问一问年纪多大 这就对了 你多大了 我多大了 不知道 就刚才吓唬坏了 吓着了 一阵一阵 你告诉我 孩子你糊涂 去年十四 那么今年你是 九岁 罐养王八 越养越抽丑 什么话这叫 往回倒帅说的 还有 去年十四 今年十五 这不完了吗 只要有人说 贵更了 马上搭茬 十五了 这就完了 贵更了 十五了 数什么的 筷子 一长条一溜 了得心命了 列位 你们给评评理 就这十七个属性 有菜子 哪有十七个属性 十几个 你哪 没那么些 多少个现在 十二个 就剩十二个了 现在 以前也没那么些 所以被改夏令时改的 什么乱七八糟 你不是属虎的吗 属虎的 说一遍 属虎的 属什么的 属虎 贵更了 十五 行嘞 打这起 只要有人说贵更了 十五 属什么的 属虎 问问 这就行了 过不了了 学会了是吧 那我可以问一问了 贵更了 十五 属什么的 属虎 贵更了 十五 属什么的 贵更了 十五 属什么的 贵更了 贵更了 哎呀快 这不行不行 就到这 就到这 十五 行了 行了 好家伙 好容易出这么一弯 你这根本累死 我让他慈慈慈慈 行了 非常可爱至极 哎呀你看看 还乐了 回家买点萝卜 熬汤补不中气 至于不至于 行了 搭这儿起 只要听见说了 贵更了 你就说十五了 属什么的 就说属虎的 行了行了 我看他呀 大半也记住了 是是是 不至于这么教 把他放下 咱哥俩好好聊会儿 聊聊天吧 哎 好长时间没见了 真是特别的想您 得嘞 哎 前两天呀 啊 您别说 咱哥俩没见着 我在公园六弯的时候 还真碰见您的父亲 瞧见我们老爷子了 哎 老爷子精神 是是是 这么高的年纪了 腰部塌背部驼 身板真好 好练两下子 哎呀 说真格的 老爷子今年贵更了 你问我爸爸 十五 这有点意思 你看你那个 说死的样 谁跟你聊天了 大人说话 小孩搭什么招 他说的是我爸爸 哦 我爸爸是你爷爷 哎 一个都没耽误 哎 我要打得过你 我早打了 大人说话 你别打场 知道吗 哎 这可是怨你 怎么会怨我了 问老爷子 问长辈 不能问桂庚 那应该问什么呢 问高寿 哦 那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十五了 哦 也不对是吗 七十 哦 他都七十了 七十了 哎呀 真格的 他是数什么的 我爸爸 啊 数虎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啊 正经玩记不住 但这个你怎么这么高兴呢 谁跟你说话呢啊 大人说话 你别搭场 老了 老了 时时跟这站着不就完了吗 不许说话 不许出音 听见了吗 一个字都不许说 无论谁问都不许说话 哪怕我问 你怎么不说话呢 你就说 我不让说话 行了 行了 不想话 别动手 孩子就是孩子 教两遍记住了就完了 哎 好吧 咱还是哥俩接着聊吧 是 我见着老爷子心里高兴 好长时间不见了 想他 是 这回见着了 我说跟他打个招呼吧 聊聊吧 离着老远我就喊呐 应该的 我说大爷 您挺好的呀 我爸爸说什么了 他没理我 你声太小了 啊 大点声音 是啊 我提高嗓门 紧追两步 我说大爷 您好啊 他说什么了 他没原因呀 上火闹我耳头 哦 再大点声 是 我追过去 我一瞪他一脚 说惊动惊动他们 上去一喊 我说大爷 您好啊 我爸爸说什么了 他还没说话 奇了怪了 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呀 你不让我说 还是他